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 我觉得唱业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法 你不用定 我的做法是写个礼 每个人有记者能力 我觉得有记者不同的方法 很多方法都可以成功的 我又不觉得唱业每个人一样 所以唱业每个人用自己最好的能力 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唱业 我的心法就是不要要懂 不怕去不懂 尝试犯错误 从错误里面去学习 不断去尝试 不断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 你永远知道你是无知的 所有唱业都是从无知里面创作出来的 所以你永远要有千倍 就是不能够说 我自己点词成精 很厉害 我曾经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唱过那个Edmar 我亏了41港台币 那个Edmar是那个 我那个.com的时候 别人疯了我也疯了 我觉得我可以做 所以我也亏了 不一定成功的 所以很多人说 生出来是唱业 我不是生出来是唱业 我亏得很惨 你是11港币 亏得我 所以 所以 创业 不同的方法也可以 但是你真的 是不是真的要唱业 有些人 很多人是 我想唱业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没有拼下去 他没有放自己下去 他没有不敢 他没有不敢 你真的想唱业 你真的把自己拼下去 你真的都去敢 你真的 都不要想这么多 就是唱 你想的太多 不是唱业 李先生其实刚刚讲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 每一个人创业成功的方法 都有他当时的情景和状况 所以 其实那个方法是不太能复制的 如果你要去学他的方法 你很可能 因为有些他当时的情景 你不知道 你会学到他的皮毛 没有办法学到他真正的核心的这个 这个关键 所以我觉得就是 应该像李先生所讲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别人的这个想像 然后你要自己找到 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 这才是关键 但是 有些创业的基本原则是一定要的 比如说 你不能 不能三心二意 不能脚踏两条船 你不能 你决心不够 你这个耐心不够 你这个耐心不够 那这个是基本的 这个要素一定要有 那方法 千变万化 千万不要去学人家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他的基本态度跟逻辑跟想法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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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